大家好,我是艾云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猿神行秋》 技能机制命座详解 行秋是一位兼顾负C以及辅助的四星水系角色 除了自身没有不俗的后台伤害之外 辅助能力上兼具破盾方面 减伤、看打盾等功能 同时也是被大多数玩家成为六星水神 那么这么强的四星角色各位都几命了呢 接下来看一下角色的属性面板吧 角色自身突破加的是攻击力加成 最多突破加的24%的攻击力加成 突破攻击力可以叫本来四星攻击力短板的角色得到不错的提升 至于尚维方面的话基础生命值10222 攻击力202在目前四星角色单中排行第9和拖把并列 防御力758 除为道路线角色呢 自身总体面板也是比较扎实 加上自身的减伤和看打断也有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 即使面被到世界小宝状圈圈也是丝毫的不惧 要想更加深入了解行秋的各种玩法 接下来说下天赋技能斑面的 普通攻击 至多连续五段剑击 重击常规的向前挥出两剑 普攻非常的帅 但是因为行秋属于后台副C 一般用不到 所以不用点 啊 元术战绩 行秋的核心技能之一 对前半的年造成两段水伤 并且给场上角色生产与连剑 大大提高 角色的一个看打断能力 可以提供减伤最多出10% 加上自身水伤提供的额外减伤 以80水伤为例子 可以提供16减伤 至多额外百分之24 以及120水伤才能吃满 不过即使是80水伤 也有提供45的减伤啦 面对小宝大风车 也是以游刃有余啦 解手固有天赋1呢 每把羽人界受到攻击 回复自成百分之6的生命值 等待结束也会回复的 一命最多百分之24 零命只有三把的话 只有百分之十包 而且减伤是根据羽人界数量 决定减伤次数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解手固的天赋2呢 行秋会获取20%的水严肃伤害加成 简单粗暴的一个争议啊 变得不错啊 严肃爆发 施犯一个可以持续连携的羽人界 当前场上决赛普攻几个触发鞋杖 大刀期间呢 羽人界不会被破碎 意味着可以一直减伤 满命食伤级的大招 总体倍率高达6000以上 大刀期间呢 以235的羽人界数量造成伤害的 经过我的测试呢 行秋根据水伤提供的减伤 旺叶给行秋提供的水伤 不能被行秋享受到的 同样白白的恶命也不行 这一点大家知道就好了 行秋的探索天赋 在合成天赋素材的时候 有25%的概率返还部分材料 额 那么行秋作为一个水超多的 四星粮系角色 在阵容搭配方面上 也是非常的万金油啊 成多自备称为火系的爹 当然不只搭配火系啊 在搭配其他角色 可以通过普攻触法者阵容均合搭配 比如简单说几个吧 葡萄肖宫灵的雷神 斩兵泰诺辛海等等角色 目前主流搭配的话是胡桃和雷神 以及须弥国度的草神国家队 性价比和伤害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阵容大于平民以及总益凑齐 草神在前台提供一个中草不拙 触法导种子 让阿忍触法种子打出爆发伤害 平均在40多秒就将净把无项铁进入第二形态了 而且草神的面板也是比较普通啊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行秋的武器选择方面的话 四星首选祭礼剑 其次西风剑 还有高精天幕 祭礼剑同时可以作为行秋的外观 以及强度装物吧 不知道各位都有多少把的呢 不过祭礼剑在迪金的情况下的话 不如西风剑的 经一一的触发概率是太港人了 至于天幕的话 需要在双水的情况下才能回转 124冲人的天幕双水勉强回转 嗯大概160左右即可吧 当然行秋带雷国或者双水的情况下 可以携带五星武器 最佳式绿剑 高爆击以及生命值转攻击 非常适合行秋 不过这把武器你们应该还有人需要吧 至于圣物方面的话 首选四绝元 其次二中二水 二决斗 二追翼等二剑套攻击力均可以 不过总体来说呢 二加二性价比比较高 相比四绝元来说比较好刷取 常规的攻击杀或者冲能杀 这个互为取决你的阵容 比如一般的雷鼓或者双水 基本是无脑攻击的 其他一般都是冲能为主 杯子的话水箱杯 没有好的杯子的话 可以选择攻击杯过度也可以 头暴击暴伤 暴击暴伤呢 近日大于50100以上算及格 以我这个面板来说的话 算小毕业了 接下来说 都行秋的一个命座翻面的 作为一个四星角色的话 行秋的命座提升也非常的大呀 一命是一个提升雨林剑的 一个数量加一柄 半命的话是提供这个 减水炕以及延长大招时间 三命的话提供大招的一个等级 四命的话是一个独立城区 提升非常大 开大期间提升胀剂的一个伤害呀 五命提升胀剂伤害伤级 满命行秋最强的一个命座 不仅加强了输出 而且还提供了一个能量的回复 虽然六病行秋提升很大 但是灵命的行秋能力已经堪比五星了 满命直接六星战神